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到太宗皇帝爱心觉罗皇太极 按照中华正统的思维所镀造的这个沈阳故宫的这个重要的部分 反映在哪些表象上 我们进入到第二块 今天第二块营造思维 首先还是要展示这张图 圣经程确图 这是满清王朝所绘制的早期的圣经图符 这里边表现的就是重要的王府 以及这个宫殿的样子 实际上这个图要画的是什么 这图要画的是老韩王努尔哈赤进城之后 对城的初步建造 然后还开了很多府地 这些府地都是十二韩王的 就是他的儿子们 十二个这个贝的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特征 我们上一刻讲的是那个小的那个长方形 就是石王垫和这个大正 石王亭和大正垫的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绿矿的部分 就是中轴线的工院 这是由谁建立的呢 就是皇太极 中轴线的部分 我把它简约化 就是右边这样图 大家看到 是像一个人的脸一样 从上到下的顺序呢 就是上北下南的顺序 我们从南边开始逐一介绍一遍啊 南边这个长方形就是一个控场啊 控场就相当于整个宫殿前面的这个平坦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北京紫禁城的雾门的位置 那雾门的位置 那再往后呢 就是他的五门 被称为大清门 再往后就是他的太和殿 就是宠正殿 再往后就是台上五宫 台上五宫的正门呢 是一个楼 就是凤凰楼 以及上面的五个宫殿 一个正的宫殿 四个配的宫殿 是这个样子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个 中轴线上所有的宫殿 建筑特征 功用和具体是什么 那么提到中轮线 我们看这就是汉帝的特征 作为这个要称雄中华天下的这个皇上 皇太极建立的这个整个宫殿的形态 就跟老韩王所建立就不一样了 老韩王的宫殿有个什么特征还记得吗 就是他住的地方和他办公地 是完全分开的 离开挺远 而进入到了这个 已经改国后为大清的皇太极时期 他已经不是韩王 他已经是皇帝了 所以他营造的宫殿 就是按中华正统的前朝后寝的方式来营造的 并且遵循了中轴线原则 中轴线原则嘛 天下一人是哪位呀 就是天子 也就是皇帝 这个是非常汉化的一个特征 也是政治化的 就是建筑的政治化 好 那么我们有必要呢 对这个北京的紫禁城和拿这个东西来进行一下对比 大家看这里边给大家展示 这是北京紫禁城前朝的部分 他是由三个宫殿来组成的 由南向北分别是太和殿 中和殿和宝和殿 大家看右边这个图 记住这个样子 我们再回头看这张图 无论是这个具象化的图 还是我给你抽象化的图 所有的宫殿都是在中轴线 但他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呢 北京紫禁城的这个前朝部分的这个中轴线 有三个建筑 太和 中和 宝和 而沈阳故宫的这个呢 前朝的部分其实只有一个重要的建筑 就是宠正殿 那么这边你会看到 宪殿制度是完全遵守的了 那我在这里呢 其实首先不要讲的是太和殿 对应的宠正殿 我倒是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前三殿 北京紫禁城前三殿当中的这个宝和殿的内容 宝和殿的内容有很多啊 它有很多功用 它的这个建制是什么样的 这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课堂要展开的 我们会在北京紫禁城的精品课里面 给大家充分展开 这里只提一点内容 就是这是明朝的宫殿 然后清朝进入之后呢 也利用了这个宫殿 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 只有这个宫殿 也就是北京紫禁城 是由两个王朝使用过的宫殿 那么宝和殿 是整个前朝中轴线上的最后一个殿堂 但是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是什么 是皇帝办公作用的 皇帝办公作用 但实际上当满清的第一个真正入关的皇帝 进入紫禁城 北京紫禁城的时候 这个宝和殿的作用却不是这个 宝和殿的这个 满清皇帝第一个入关的是哪一位呢 既不是皇太极也不是诺尔哈士 而是皇太极的儿子 庄妃的儿子 爱心觉罗 弗林 也就是顺治皇帝 那么宝和殿就是最早的时候 满清王朝入主北京 那么宝和殿实际上就是顺治皇帝的寝宫 他在这住了好几年 一直到大昏的时候 才搬到了后面的这个前军宫去 前军宫去 为什么呢 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 就得把整个紫禁城的北京紫禁城的地盘 换个角度看 大家看这张简图 右边这个图 具象中和太和保和殿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是上北下南的角度来看的 左边下面这个图 我给大家画的设计图 实际上是在东西巷来看的 从东西巷的角度 你会看到平地起来的 这个北京直径层的这个中邮县的建筑 有这么个特征 就是办公区的前三殿的须密座台子 要比居住区的后三宫的台子要高 那也就是说 北京故宫的这个汉地的特征是什么呢 是这个天下的事要比私家的事大 所以殿要比宫高 也就是说办公区域最尊重的 胸怀天下 皇上自己住的地方要低于天下 因为皇帝是天子 他不是天爸爸 所以是公的殿高 是这样的一个特征 那这部分我要讲这个内容是 为什么呢 就是整个沈阳故宫 虽然他遵守着 要在中华称帝的这个原则 比如说中州县原则 比如说天下独孙的原则 但是他还是保留着浓烈的 这个满洲人的特征 这特征我们上一个集中也提过 今天就具体讲一下 大家看 在营造宫殿的时候 水阳故宫 他就遵循着 殿地 宫高的原则 殿就是办公的地方 就是前面的部份 宫就是住的地方 就是后边的部份 就是前朝和后起 那么这个凤凰楼 大家看那个凤凰楼 是有个底座的吧 它是整个后宫地区 进入这个院子的门脸 它是一个三层的楼 特别的高 首先它是三层就已经很高了 但实际上 这后边所引领的五个重要的宫殿 一个正宫 四个偏宫 都是建在一个高达四米的台子上 所以我们的一般俗称 沈阳故宫的后寝的部分 都叫做台上武宫 是在台子上面 台子上面 我们来看右边的这两个对比图 你就会一目了然 北京故宫自建城 是前面高后面低 也就是这个办公区高 然后住的地方低 那沈阳故宫正好跟他相反 是住的地方高 而办公的地方低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正在汉化的少数民族 它是保留了渔猎和游牧民族 尤其是渔猎民族 一个基本特征 它要住在山城里面 那在平地上 如何建造所谓山城的坡呢 就是把自己住的地方要抬高 要抬高 好 这是基本特征 接下来 我们再来聊一下 整个这个沈阳故宫 太宗皇帝营造的中轴现象 这些建筑基本样貌是什么呀 它的功能特征都是什么 我们来讲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前朝的功能 前朝的功能 就是整个这个右边图片里 我现在画成红框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 我给了一个这个北京故宫五门这个图 大家能看出这个角度吧 这是登上五门城楼的时候 向南面照过去 向南面照过去 这个故宫的北京故宫的五门城楼 是一个五凤朝阳楼 也就是说它有五个门楼 那么有四个小的中央是一个大的门楼 然后围成了一个C字形 环抱的形态 再往外我们看到那像天安门的那个 就是这个这个照片的最远处 那个是端门 在端门前面才是天安门 但是我们看不到啊 然后整个这五门广场 今天我们看到 你看到左边是不是有很多绿地啊 是什么就是国旗班是吧 右边的没有绿地 但是你会发现国旗班的那个房子和对面的那个不是国旗班的房子 其实长的是一样的 都是一六小房长得一模一样 一间一间排在一起 那这些房子是干什么的 这些房其实就是巢房 什么是巢房 就是等着早上上朝的时候 大臣们所要候着的地方 换而言之 五门广场是这个明清皇帝要上早朝之前这个官员等待的地方 相同的在沈阳故宫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画红框的部分 就是整个沈阳故宫门脸最前面的部分 也是一个殿前广场 今天就是沈阳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景点的正脸的部分啊 左右会有一个牌坊 一个文德牌 一个武德牌坊 这个文德牌坊和武功坊 两个牌坊 中间夹这一块就是个空桥 那么所有的官员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等着上朝的 就是个大广场 宫前广场是这个作用 那共产广场到头的地方呢 北极故宫叫做武门 那么沈阳故宫叫什么呢 他相当于武门的这个位置 这个门不叫做武门 大家看这个门 大清门啊 注意看 现在红框已经向北挪了啊 从广场进入到第一道门 大清门 大家看这个门上面会有个今天的牌子 叫沈阳故宫 这是郭沐若先生首提的啊 那么这个门呢 今天是相当于这个景点的正门 但实际上 它是整个沈阳故宫 在真正使用的时候 这个正门 也就是相当于北京故宫的武门 我们来看一下 它整个这个门的特征啊 这是几开间的呢 中间有一间 中间的民间 左右还有两个门也属于民间 然后再往外的这个进间左右 可有一个你看是死心的 是吧 是窗户 是砍窗的部分啊 是砍窗的部分 换而言之 这个门 这个大清门 是一个五开间的门 而且它实际上是个房子形的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讲 这是一个电视大门 电视大门 其实电视大门 在北京慈禁城里 不算什么高级的门 它算次等级的 因为整个沈阳故宫 就是对于北京故宫来 就是次等级的啊 所以它这个门呢 整个的形态有第一等级 是个电视大门 也就是王府级别的大门 五开间的大门 然后上面有我们熟悉的 什么样黄瓦绿香边啊 然后彩色的这些 小的这个游龙啊 然后这个视角啊 以及这个门兽等等 还有个注意特征 看它的岩柱 全部都是方形的 整个沈阳紫禁城里边 沈阳的这个故宫里面 最大的一个特征 它很多方柱和金柱 形态不一样 金柱是圆形 而这个岩柱是方形的 这是它的差别 那么整个的这个大臣 当时在厚着的时候 其实可以进入门 门洞里面躲一躲 站一站 但是法律规定 不许脸朝的里面的正殿 你可以测试 在这里面站着呀 坐着呀都行 广场上也可以 这就是它的这个殿前的大门 被称为大清门 大清门嘛 肯定是1636年 称国号为大清之后的门 那这个大清门 在称国号为大清之前 它叫什么呢 那名字就就比较普通了 它就叫大门 大门 就几乎就等于没有名字 可以可想而知 名字的命名 也能体现出来一个国家 或者政权的文明化程度 那么中国是自古以来 就是有厚重文明感的嘛 所以它这名字也开始门牙起来了 就是大清门的牌匾 有汉文 有满文 注意有汉文 有满文 这是也在强调的一个特征 就是我要汉化 但是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特征 我没有废除自己的文字 满文是很重要的 对于他们来讲 那进入了大清门之后 就来到了沈阳故宫的太和殿广场 虽然没有这个北京紫禁城大 但它也算是一个广场 那这个沈阳故宫的所谓的太和殿 其实就是皇帝上班的上朝的地方 它叫做宠政殿 宠政殿 我们看这个宠政殿的样子 同样是有台子的 有一个虚密座台子比较矮 然后有三个分组的踏躲台阶 上去之后有个平台 再往上虚密座 再往上才是这个主体的建筑 这是几开间能看出来吧 五开间 而且没有砍窗 这是明开五开间 左右各有一个三间的这个配方 形成了这样一个中心对称的样式 你甚至可以把它称为是巴洛克式的 因为它是中心对称 还有威仪感 其实说到这里的话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下这个测意的对比 巴洛克就是在法国这样的国家 民族化兴起之后产生的 也是在这个时期天主教会逐渐衰落之后产生的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 产生巴洛克的意义都是为了维持尊严 有谁的尊严 权力的尊严 权力尊严怎么维持 就是你要拿我当回事 在视觉效果来说 怎么能够把你当回事呢 就是得把你摆在中间的位置 因此中心对称是为了反映权力 威仪不二的选择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所以这样的一种东西 我们在中国叫做中轴线 我们在西方就叫做巴洛克 换而言之 当我们看到西方建筑或者是西方的艺术时候 巴洛克艺术最强调的特征不是华丽 最强调的是它的内核是什么 是秩序 而这个秩序是遵从权力的秩序 好 那么我们就调侃试试说吧 这个巴洛克式的啊 这个宠政殿 那皇帝的威仪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体现出来了 再往后 这个超过这个宠政殿之后 就进入到了前朝后面的后寝的部分 那么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小广场 这个相当于北京紫禁城的什么呀 就是前清门广场 前清门广场 那么凤凰楼何小而知 就相当于北京紫禁城的什么呀 前清门 前清门 那么进了这个前清门以后 你看的是前清宫嘛 也就是所谓后宫就开始了 但是沈阳故宫是比较小巧的 它没有那么丰富 这个台子有四米多高 我们刚才说了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台子上面住的是红墙 对吧 这红墙的下面还有一段矮墙 是灰色的墙 红墙矮墙中间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有一个过道的相当一个胡同 这部分是干什么的 是给晚上夜巡的兵来回绕着这个大平台院子来巡逻的 就是皇宫保安 皇宫保安 好 那么这个凤凰楼呢 就是在这高台子上 今天啊 我们去看中国古剑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不会打那种震撼感 我们更觉得它是漂亮 为什么因为这个今天的这个建筑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民众啊住的房子都非常的矮 甚至说民众住的都不能叫房子啊 就是窝盆了这比较多贫民窟什么的啊 能够住一清砖的房子那都是老不错老不错的了 那在那个年代你想一下在整个圣经城里面 举目一望就能看到这凤凰楼 所以他才能成为圣经八景之一啊 这个凤凰西照嘛 所以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凤凰楼绝对是气数上的 那么你可想而知 他是在整个沈阳城城区里面住的最高的位置 那么对于有满族渔猎这个身份特色遗传的这个满洲皇上来说 他就觉得自己啊特别特别的什么呀 特别特别骄傲啊特别特别舒服 我住的最高的地方代表我身份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要想进入台上武功的话 首先要进入这个呃凤凰楼啊 从这地方穿过去 当时爬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 这楼梯很陡峭四米多高 羊角特别的陡啊 上到上面去 那这个楼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形态 这是一个歇山顶 而且是三层歇山顶 那么它是几间呢 中间是等份的就是三间 最外面的近间是半个 所以加一块其实是四间 只不过左右近间是半间 中间是三间 它是一个四间四开间的啊 四开间的三层的什么歇山顶的房子 注意它所有的这个瓦也是黄瓦绿箱边 这是故宫 沈阳故宫的一个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 那么凤凰楼最值得看的除了这个建筑本身以外 还有一个卖点 就是乾隆皇帝首书的 乾隆皇帝的字是非常有特点的 呃 咱不说写的好不好吧 它辨识度很高啊 紫契东来 这个牌匾是一个这个原品陈列 就在这个凤凰楼的这个你要穿过去以后 马上就要看到台上武功的那个位置上面啊 在门簪子上面会这个挂的这个牌匾 紫契东来 是乾隆皇帝首书的啊 好 然后呢 你就会进入到这个所谓台上武功的部分的 这个台上武功 你看到这个粗的框框一共是五个框 所以叫做台上武功 这个台上武功是非常尊重中国这个传统的帝王原则的 什么原则叫一后四非原则啊 就是只能有一个正妻 然后剩下呢 是这个妃子 也就是所谓的妾了 那么这里边的这个宫殿呢 啊 正宫叫清明宫 紫契藤叫昆宁宫 但是有区别就叫清明宫啊 是皇后住的地方 也就是皇后跟皇上住的地方啊 清明宫 那么还有其他的宫殿 左右两个就是东宫跟西宫 也有自己的名字 那你看我这里只标了另外的一个名字 是哪个呢 就是西宫的佩宫 大家看佩宫啊 佩宫和东西正宫是有区别的 东西正宫是往前舔的 而一个东西佩宫是往后缩了半格 代表它是级别更低的 而整个的东西宫来说呢 东宫又为上 西宫又为下 所以你会看到 整个宫殿里面 西宫的西佩宫 肯定是最差的 也就是说位分最低的啊 位分最低的 这个宫殿叫什么 叫永福宫 住在这里面 皇太极的哪个妃子住在这里面呢 这个妃子名叫做 博尔吉吉特布姆布泰 博尔吉吉特布姆布泰 这名字可能有点生啊 但是他的这个封号 大家一定了解 就是庄妃 庄妃是谁呀 就是未来的这个孝庄皇后 孝庄太后 那他生在永福宫里面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爱新觉罗弗林 那是谁呢 就是未来的顺治皇帝 是整个满清王朝入关以后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爱新觉罗弗林 就生在穿过凤凰棱之后 看到这个台上武宫里面 最次等级的这个永福宫 它是西佩宫里面的次宫 看往里缩一块 那大家这个细心的话 你会发现 在整个这个宫殿里面 清廷宫左右 还有两个细线化的小框 这是一个三间的小房 没有宫名 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其他的这个 更低等级的这个公妃的住的地方 可而知就是 这个皇太极的 其实女人是非常多的 但是位分排得非常明晰 那也有很多不入流的 如果我们看清工剧看多 你会知道 这两个小房 其实就是所谓什么人住的呀 就你所谓什么官女子 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 是没有任何位分的 没有任何位分的 那每个宫殿 无论东宫西宫还是佩宫 这里面实际上 除了清明宫之外 这四个宫殿里面 其实不仅住了一个重要的妃子 这个其实你进入这个宫殿里面 你会发现 那里面环着的全都是一圈的炕 每个炕用隔联隔开 一个床铺一个床铺的 那什么意思 就这炕上面 其实住了好几个妃子 但是这个 都是在一个大厅里面 就相当于是 然后炕里面 隔着一个一个的帐帘 然后住着很多妃子 然后其中有一个妃子 是这个宫的什么 一宫主位 这个听起来有点 有点像笑话一样 我这是一宫主位 跟你这个一宫的 这个不是主位的小主 其实都一样 咱晚上都睡一炕 不过就是用帘隔上而已 可想而知 那个时候 这个沈阳故宫条件 其实还是比较差的 还是比较差的 那这里边 其实我刚才讲到 其实就是什么 这个 一后四妃 多女子制度 以及尊卑有序 这个感觉 无论是建筑的位分 开间 位置都是这样的 那还有一个特点 在整个这个 黄太极时期的婚配制度 就是满猛通婚 注意 整个清代的时候 是不允许满汉通婚的 因为他归根结底 还是觉得 我征服了你汉人 你比我低等级 齐人在满族时代的 满清时代是最高的 所以这是一种民族压迫 是属于历史的糟粕的部分 但是他是蒙古人 是比较高级 因为蒙古 实际上已经建立过 一个庞大的国家 是什么 是元朝嘛 所以蒙古是很强大的 在满洲崛起的时候 他一开始是要 非常依靠蒙古的 因此 黄太极时期 就贯彻了这个联盟 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政治上联姻是最好的一个团结手段 所以黄太极的妃子全部都是蒙古族 当然达瓦族也有啊 达瓦族实际上是蒙古族里边的一部分吧 可以这么讲了啊 就是都是蒙古草原地区的 那所以他取的都是以满猛通婚 为这个前提的这些妃子 像这个庄妃 布姆布泰 像这个当时的皇后 波尔基特哲哲 他们实际上全都是一家人 是姑姑和侄女们都嫁给了皇太底座妃子 好 这个是台上武功的这个基本功能后勤 以及里面住的人是谁 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建筑的特色 都有哪些